癌症已经连续48年蝉联台北市十大死因首位 其中乳癌及子宫颈癌分占台北市女性十大癌症第一名及第十名 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降低失明到医疗院所筛检的意愿 台北市乳癌及子宫颈癌筛检人数较108年下降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鼓励未曾筛检或酒味筛检者踊跃参与筛 那在109年的时候我们受了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整个这个妇女的癌症筛检率是降低的 大概降低了6.55%跟9.20% 不过在今年110年的第一季已经有这个成长 那较去年比较的话已经成长了 接近20%的一个筛检率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呼吁 我们的妇女朋友 那记得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入胃型的时候说筛检的比例比较高 但是还是有人就是没有去塞 那大部分都是收藏很忙啊 或者压了会痛啊 甚至有人说不塞没事塞来有事 那这样的话都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特别我要在这里强调 去年的世界卫生区已经发现 乳癌呢既然是一个女性 男性也有但是很少 是所有全世界是法生率最高的 有两百三十六万 主组还比会癌的第二位多了六万 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乳癌是越来越增加 而且年轻化 所以在这里我还呼吁 那我们台北市卫生机也是配合中央 很认真在做这一块 我乳癌方式机会是一个民间团体 乐意来跟大家合作 我们也从增香 也跟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促进服务中心 跟市立表明医院 近年合办了一场这些筛检活动 乳癌为女性癌症第一名 应该没两年定检一次 据家族使者提早至四十岁筛检 六月三十号前至台北市健保特约医疗院所完成筛检 并加入台北通会员及有台北通健康服务集店 兑换悠悠卡加值金 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一起来做筛检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